进入谷底的生活 有了援助终于能喘口气 原本一家人靠着丈夫 摩托车司机的工作维持生计 这次碰到疫情收入大减 慈激志工与印尼军警 发放100包生活物资 每份包含了大米 食用油 白糖 还有香肌面 这份爱心也来到殖民丁一世 1500份大米和泡面 慈激志工交由当地警局 看军区指挥部统筹发放 不用为三餐温饱而烦恼 居民规别愁容 重新找回生活的步调 大家新闻印尼综合报道